各位男生的鄉親,大家好,我是陳美冠 歡迎收看今天的七月十三個月的南島新聞 各地的照顧三区特區中間的生活 各省共開辦老人上餐服務 在各省共住区保姓 以及社区理事長林保譚的政策之下 一百空心的地道外界 先進企業和社区團體的經費贊助 每禮拜前到一頓上餐的服務 今天在各省共住就來基盤一頓感恩餐會 除了感謝贊助的企業登記的支持 也感謝社区志願,無事好見 因為先進企業的贊助 讓各省共住的老人用餐服務取消班下去 今天在各省港元社区基盤感恩餐會 鄉長頒發感謝正來表揚贊助單位 為了要感謝我們的慈善團體 有育打教育集團的江達隆、江博士 他每年補助我們五十萬 有十八度錫的毛進翔 每年補助我們三十萬 另外還有台中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張桂花女士 每年也給我們三十萬 這幾年來郭靖鄉中共享受290萬的成果 平常分配到有心推動老人用餐服務的社区 從104年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接受這三個 我們善信人士的捐款290萬 我們也運用這290萬 運用在我們國興鄉有16個社區當中的8個社區 他們願意出志工來製作餐食 來讓我們的鄉親走出來 港湾社區理事長林寶潭表示 原本上產給我們每禮拜一處 因為身心企業的贊助 每禮拜增加一處 港園社區地圖偏遠 一些老人都在山上 最遠的一趟路程 我們送餐最遠的一趟路程要40分鐘 所以說我們這些志工 每個人都開車花自己的油錢 一個禮拜送兩餐 我們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們要去關來這些老人 看到社區這樣的用心 先行企業標示 會稍微贊助下去 他也讓政府擔任要關心 人口努化嚴重的港湾社區 那這是一個台灣區域性辦得非常好的 長照2.0的這樣子的一個指標性的區域 所以我們也期待公部門能多加的來關心 這裡的老人老化的這個問題 已經達到了19.8 是一個老高老年齡的這個區域 郭宣行長表示 未來的政策還有很多生身企業的贊助 讓還有很多社區加入老人用餐給務 讓偏向的老人得到照顧 既然有返往昆叉方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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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